謝謝小賴 非常謝謝小賴 這麼精彩幫我們開場 那大家好我也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楊中林 然後我是哲武的志工 那今天我剛剛跟蘇雅在講 等一下我們會志工 會把今天的那個寫進馬拉松的東西 寫下去給大家 那剛剛那個蘇雅就在跟我在講 然後說今天有人那個思改會 然後又講AI 剛好跟這兩個單位都有很深的連結 因為都是我曾經工作的地方 我在思改會工作過 然後我也在AI 我是AI前任的秘書長 那所以 國際大學組織 可是我們哲武 並沒有我在AI工作過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特別優惠AI 哲武 哲武已經 哲武已經run了快兩年了 那AI 就是國際特色組織 簡寫 Amstine International的AI 那 我並沒有特別優惠AI的那個 就是 在哲武 可是我們其實也很期待說 AI可以在台中 可以讓多一點的人來認識它 知道它這樣 那今天很榮幸就是說 我們剛好真的最有這個機會 那請到這個我們AI的台灣分會的理事 蘇洋 然後他也是晉級大學的老師 那 其實我們在 過去這幾年在 AI推行了很多的工作 剛剛有人特別提到說 AI都一直在講FACE FACE是AI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議題 那當然除了FACE 廢主子型這個議題外 也有其他很重要的人權議題 也同樣是AI正在推動 所以AI是一個包含各式各樣 多元的人權的議題的一個 人權運動的團體 那 我要談一下血性馬拉松 我們來談血性這件事 因為很多人說 AI你們怎麼用這個老傳統的方式 這麥克風沒聲音 就是 喂 喂 喂 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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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沒關係 那我應該我這樣講應該聽得到 是不是 那就是 很多人在想 因為我從以前我在AI工作 就同樣很多人會問我這個問題 就是說 你們都用這麽傳統的方法在血性 敢有頭 那 那 待會當然 那個 除了會有更詳細的介紹 那我先不告訴大家說 血性到底是有效或沒有效的行動 我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故事 我不是政治扮演這兩次 但我要分享一下我的故事 我 我曾經在2007年的時候 我在布拉格 布拉格不知道是一個哪地方 這是一個城市 捷克 在布拉格的一個NGO工作 然後我在那個NGO工作裡面的時候呢 呃 我有其他 也有其他來自各國家的同事 那我其中的幾個同事他們是緬甸的 那我其中一個同事是緬甸的 我們在結束了我們那個NGO的實習工作之後呢 我回到各自的國家 所以我回到台灣 他回到了緬甸 那很不幸的呢 我的那個跟我一起工作的同事 緬甸的同事 他在2008年的時候被緬甸政府給代表 那緬甸政府判了他26年的有期付出 因為他在緬甸裡面 他是一個26歲左右的年級 他在緬甸裡面 呃 從事就是說有關於 一樣NGO工作 比如說他 呃 希望說可以告訴更多的他的緬甸的同胞 說有關於目前政府是怎麼樣去前置人權的問題 所以他去散播傳單 或者是在網路上寫東西 那因為這樣的原因 譬如說他每天政府就判他是違反了一些電子書信或網路的罪行 所以判了26年 26年在台灣女孩的想像 幾乎大概是將近獨棄獨棄的一個程度 所以我就忽然知道說我的同事跟我 我的朋友就是你的朋友 他怎麼忽然就被抓住 這是我們這一代的人 台灣人從來無法去想像的事情 無法想像 原來你身邊的朋友是有可能隨時會被逮捕 甚至可能突然就不見了 那後來我知道這個消息 後來又不久之後呢 我就看到AI的澳洲的分會 把這個人 就是他們的那個 不是廣告 就是說他們的那個宣傳的文 那個單章裡面 就放了我那個緬甸朋友的照片 我就看了 這個人原來是忽然變成說 AI去救援的一個對象 那 所以我其實後來我在AI工作的時候 我有鼓勵的其他AI的小組的人去參 AI的會員去參與寫信來生救援 寫信給緬甸政府要求來釋放 比如說我這個朋友 那除了不只是因為他是我的朋友的關係 也就是說一方面我在參與國際特色組織的工作 那一方面呢 你就真的親自說 原來自己身邊的人 有可能成為所謂的兩星犯 那你就非常的震撼 可是更震撼的是什麼呢 因為我剛剛想寫信 我們就想說我們寫這個信到底 它會不會放得出來 其實你在想這個問題 大家都在想它到底有沒有效 說真的我們不知道會怎麼樣 但是我們希望說 至少透過寫信的行動 去從我個人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因為我不可能 像那個大家有看到第一滴血第四 藍波 跑到緬甸邊境 然後去解救一群人 我不可能做這種事 因為我們不是每個人都可能是藍波 那所以我就覺得說 我們是應該從我個人可以做一點事情 那我們透過寫信 結果呢在2012年的時候 我那個朋友被釋放了 然後他還寫email告訴我說 他被放出來了 然後他 因為我2011年的年底 就是他在被釋放之前的前三個月 我去了一趟店 我去看了他的媽媽 還有他的家人 那 所以 就是看完他的家人隔三個月之後 就接到他email 那我非常高興 就是說你非常的驚喜 就是知道說 原來你曾經做過的一些行動 確實是有可能造成一些改變 所以我現在感覺人家在教會做見證 對 對 還是說 確實 我們就是覺得說 呃 很多人在質疑說 到底寫信 或是說 這到底是什麼樣的人權行動 這幹嘛可憐 就好像台灣人習慣要拜拜 然後都要求個什麼東西一樣 可是其實有很多事情不是 你去上帝祈求什麼就得來 而是說 你除了祈求祈禱 你是還可以有更實質的行動 那我覺得AI它就是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人權的行動 那所以我是希望說 大家透過今天 淑雅的一個分享 然後我們一起 待會來參與這個寫信馬拉松的 這個行動 好 就先這樣 那我們歡迎這個 今天的主獎 淑雅 謝謝 謝謝總理 還有今天這個 所有在場的職務跟朋友 那其實這個 在我要講的 國際特色組織 稍微做一點介紹 然後以及我們的救援馬拉松 寫信的這個行動 每年的12月 到底是等於回事之前 我想問幾個人名 跟大家做確認一下這樣 有人聽過那個蘇建和 請舉手 有人聽過 有人聽過 請舉手 謝謝 有人聽過 有人聽過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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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說這些人 這些人都跟國際特色組織有關係 也是為什麼今天 國際特色組織會有台灣分會的原因 那 國際特色組織 就是他這個名稱的那個由來 當然就是 是一位英國的律師 也其實也就是這位發起人 他在1961年的時候成立國際特色組織 不過為什麼是在1961年那個時候 我們可以回想一下那個時間 因為 今年是那個世界人權宣言的70週年 大概也就是終戰70週年 所以他是 呃 人類歷史上面 因為發生非常慘重的 在遙遠的某一個國度裡面 有國家在殺害他自己的人民 而且是數以百萬計的 不管是因為他的種族出生 或是某些信仰的關係 而且同時他還侵略其他國家 去殺害了其他國家的一些人民 然後最後發動戰爭 那等到那個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 揭露出來的那個人權的那個 就是當時的人 是如何對待另外一群人這種殘酷的影片 流出來的時候 其實大家心裡面那種震撼 是覺得非常可怕 因為我們自己身為人 我們跟那些凶爽安浪是同樣的 那我們居然有可能對待這個同類 大概沒有任何一個物種 會這樣用這種方式對待其他的同類 所以在國際特色組織之前 這個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 國際上面的那個社會 一直很希望能夠重新建立一個社會的秩序 那特別是那個國際之間的和平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就有一些思考 那就是聯合國要成立的時候 那時候的一些姻緣這樣 那可是呢 因為在戰後的那個時刻 戰後的國際秩序是重新洗牌 所以有幾個很強大的國家 他們在思考 也是他們主導去建立聯合國的時候 他想像的如何維持和平 以及不要再有人受到那種殘忍的 不忍道的那個狀況 他們的想法是 如果我們來得那個恐怖平衡的話 可能比較容易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重新洗牌了 那我們最好的彼此之間呢 強國跟強國之間互相的節制 那所以我們要設置那個安全理事會 那當中還要我常任理事國 每個人都有否決權 所以呢 當我們不管是如何的 彼此之間的競賽的時候 對方做了什麼 想要輕舉妄動的時候 可能別人就有辦法去節制他 所以這其實是當時候在戰後 強的國家 他在設想的國際社會秩序當中 和平的一個解決方案 可是老實說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當中 受害最深的一些 都是殖民的國家 或者是說一些弱小的國家 那或者是在這些 發生過戰爭的大的國家當中的 一些的人民 所以他們有一些民間的團體 這些人呢 大家聚在一起的時候 設想的是 如果真的像這些強國所說的 就是說我們用那種 互相那個節制的那種方式 而且是強國跟強國 我們授權 好像這國際秩序 授權給這些國際警察一樣 來進行這種 互相之間的節制 就可以維持世界和平的話 那人類社會有史以來 不是都一直用強權掌控的 不管是區域的 那種國際的秩序嗎 那既然第一次世界大戰 或第二次世界大戰 大概也就是強國他發生 那如果是按照這樣 同樣的邏輯的話 那表示如果是有這些牆 這些列牆 而且是用武器就是對抗 或是平衡的那個關係 那個想要維持社會秩序的話 他其實是圓木求魚的 而且很可能下一次大戰 大概很快就發生了 那特別是在這些 有慘痛的教學部 人民受到傷害 特別深重的這些 這些國家跟民間的團體 他們其實在想像的事情就是 那我們如果真的有一個聯合國 要出現的時候 除非他設立的宗旨 是以人權的保障 而且不問這個人在哪一個國度 不管這個人是什麼樣的族群 文化 宗教 信仰 語言 膚色 等等這些的背景 如果我們有一個全世界一樣的 而且是人對人 通通都有的 共同負擔的這樣的責任 而且我們承認他是平等的 有這樣享有的那種最基本的尊嚴的話 而且要求每一個國家都做到 這個大概是維持人類的和平 就是終極的解決之道 可是這些需要很多的國家 一起的努力 而且是人民跟人民 離子之間的努力 所以在那個時候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 那個人權概念的興起 其實並不是現在我們想像的 聯合國裡面的強國所主張的 反而是跟這些強國呢 是站在對立面的 這些弱小的國家以及民間的團體 就是在世界不同的國家內部的這些人民的團體 大家共同起來 那告訴強國說 告訴這些列強說 如果呢 你們不是要以人權當作建立聯合國 或是寫那個聯合國憲章的那個核心的話 不是以這個為宗旨的話 那很抱歉 請你們就自己玩 我們就謝謝再聯絡了這樣 那因為這是很多的國家聯合起來的 雖然他們非常的弱小 而且才剛從那個戰後的那種殘破的局面裡面 重新要站起來 但是確實他們集結了弱小的人的聲音 特別是民間社會 那所以就讓這些戰後的那些 正在區分他們的那個勢力 想要劃分 重新就是有一個對抗的那個局面的這些列強 他們就讓步了 這也是我們今天看到的聯合國的憲章 以及後來世界人權宣言 以及我們現在常常都聽到那個兩公約 以及各式各樣的國際公約 那他本身出現了背景 我們就會發現說人權的這件事情 他要能夠不分區域啊 種族啊什麼血緣等等這些 而能夠有一個被受到那個 一致對待這件事情 他是需要有很多人共同的努力 而且絕對不是手中掌有權力的人 他一開始就會主動做這件事情 剛才那個老師說得很好 人權絕對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他一定是爭取而來的 那人權他就是從痛苦的經驗 我們就會知道了 那在那樣子的國際的社會的背景之下 1961年 這位英國律師他怎麼會突發奇想呢 當然不是突發奇想 也是從採通的經驗當中 那個得到的這個點子這樣 而且是別人的痛苦 有一天他在家裡面看報紙 那個時候沒有 像大家現在可以滑手機嘛對不對 也沒有什麼那個網路啊 手機啊 或是那個FB可以看 或Google可以看這樣 看新聞 他就翻那個報紙這樣 他翻報紙呢 每個國家報紙 台灣的報紙在Line 也會有國際版嘛對不對 那個時候的那個英國的報紙 當然也就是 也會有國際版啊 裡面就有一個小小的新聞 就小小一框而已 那個新聞是在講那個葡萄牙發生的事情這樣 在葡萄牙那個時候 也是他們的那個軍事的那種政權 還處在一個對國家的人民的自由 還是嚴密管控的那種那種狀況之下 那他也逝去了他更早年之前的那種帝國的榮光 所以人民其實受到那個那個壓迫那種狀況來的時候 就是有苦無處訴這樣子 那那個小小的新聞是兩個那個葡萄牙大學的大學生這樣 那他們在呢 你可以想像一下苦悶的年代嘛 那下課就可能沒有可能是翹課喔 反正就到那個學校附近的小酒館裡面就喝酒這樣 那他們就聊起了葡萄牙的現在 聊起了葡萄牙的未來 他們非常的感傷 然後在想說我們這種完全受到那種層層的那種監控啊 然後沒有什麼太多的那種 那個人民的生活那種苦悶 然後一起壓抑這樣 那他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看到那個天明的那一刻這樣 這兩位年輕人呢 在那個小酒館裡面台灣呢 他們呢 以下的行動請不要輕易嘗試 因為那是有期徒刑七年這樣子 他們在那個小酒館裡面 我在那個敬禮的時候有問過大家 判七年 所以問大家 請問在小酒館裡面做了什麼事 你們可以想像嗎 判七年 所以大家等一下講出來就請不要輕易嘗試 因為姐姐有練過 我們時間有限 但是你可以稍微想像一下 你想像一下 什麼狀況都會被判七年這樣 就是以下 他們兩個乾杯 我們為葡萄牙的自由 你現在沒有自由的意思啦 反正就是我們為葡萄牙自由乾杯 就是這樣子七年 那個為什麼剛才要講那個柏陽啊 或是自由中國啊 或是台灣早期在白色恐怖時期 那些政治犯了 畫個大力水手的漫畫 就寫了一行字 有沒有十二個字啊 就是諷刺時局一下這樣 就關了嘛 就裝去關了嘛 這群人 這兩個年輕人 做一樣的事情 而且他甚至是 就是他期待的是未來 而且他期待的是國家變好 一樣就七年 非常重 可是這是一個小小的新聞 在遙遠的隔了好幾個國家 英國的這位律師 他看到這件事情 他心中澎湃 難以平息這樣 你可不可以稍微想一下 我們常會說 這是具有什麼社會主義特色的 什麼什麼什麼 這是亞洲文化的什麼什麼 因此跟什麼 這個人權標準不一樣這樣 你稍微想一下 不管你是來自任的一個國度 你想像我們乾杯 說我們希望我們這個國家未來有自由 雖然現在沒有這樣 所以我們會自由乾杯 請問你能不能設想 就這樣子而已 對 你能不能設想在任何一個很奇怪的 跟你完全不一樣的文化 是不能夠忍受 人家有人講這種話 然後要判他七年了 所以國際人權標準的這件事情 關於言論自由這件事情 他不是在說一個 我們是全世界真的是完全一模一樣 形式化那個標準 而是你去問問 到底他說這句話的動機 以及這個社會 如果所有的聲音都是消失的時候 那個國家本身的政治的改革 社會的改革跟他的進步 有沒有任何的可能性 我們問的是這件事情 以及如果他是用和平非暴力的 表達他的政治立場的話 那這其實是整個社會進步的動力 那他應該受到如何對待 我們是用這種方式去推想 所以呢 其實那個時候 1961年那個時候 世界人權宣言已經出來了 兩共約在討論當中 那是1966年的時候 就兩共約出現的 那可是在那個時刻 大部分的國家其實都已經 接受了這樣子的概念 而且不是說 因為有了聯合國才這樣 而是在大部分的社會裡面 人們經過了那個歷代的那種 就是正統制上面的那些 那些壓迫 知道說人的基本的自由 跟基本的尊嚴是什麼 所以才確定這樣一個準則 可是在西班牙 卻在葡萄牙 兩位那個前程市井的學生 他一定是對公共議題有所 有所期許 所以他才會有這樣子的反應 可是判期面 這位律師呢 他心裡面非常的不安 他後來 因為那只是一則很小的新聞 後來他就在報紙上 在做了投書 他看到這些新聞 他就讀著回覆這樣 他就寫了一篇更大篇的這樣 他首先先說了這件事情 他又說了什麼叫做 關於一個人基於他的良心 不管那是什麼樣的信仰 或是政治的立場 這是都可以的 如果他是基於他的良心 出於他的善意 他去評價所有這樣子的 類似像這樣的事情 公共議題的事情也好 對於政府應該如何改善 或是現在不當的狀況也好 他都不應該被說這是犯罪行為 他有煽動要做任何犯罪 他有任何的暴力的舉止嗎 其實通通都是沒有的 那這也就是世界人權宣言裡面 所講的最重要的 就是人權宣言裡面的言論自由 那也是後來的公民與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裡面 那個就是寫得非常嚴謹的 關於為什麼一個人 應該有他的基本的言論自由 如果沒有了言論自由 我們後來所說的 你去爭取你的權益 參政權等等這些全部都是空的 如果你沒有言論自由 你就不會有充分的資訊 因此資訊就不用給你 也就好了這樣 所以你不需要做任何的判斷 那國家所有的事情 你也都不知道他的好壞對錯 那這個基本的東西 在這個英國這位律師的眼中 他認為是非常不可思議 那可是他不能夠眼睜睜的 看這個事情這樣不斷的發生下去 所以他這封投書 除了說明他的擔心 以及說明說 這是既然是人權 是普遍的人權 是我們每一個人 對另外一個人 都應該要有的基本態度 是我們每一個人 看到有人受到這樣的傷害的時候 都應該要起而捍衛之 的這種狀態 不是這個人說的話 是對的還是錯的 真的還是假的 你喜歡不喜歡 立場跟你一樣不一樣 不是這個 而是他開口講話的這個自由 這個基本的自由 所以他呼籲所有看到他的這個投書人 跟他一樣提起筆寫一封信 給那個葡萄牙的國家 葡萄牙的政府 跟他們說可不可以請你們放了他 因為這兩位學生只不過是基於他們的 純粹的良心 用和平的方式去表達他們的意見而已 這樣子 那後來呢 後來這位律師他就覺得說 像這樣的事情呢 也許在我們自己身邊 其實英國也會有別的類似的狀況發生 那所以他就認為 我們既然要去落實那個所謂的人權 那我們每一個人就是人權捍衛者 我們要捍衛我們自己 我們看到不義的狀況 我們也是要捍衛 因為我們在等著 萬一我們出了什麼狀況的時候 別人也應該要來 我們也期待有別人來捍衛我們 所以他成立了國際特色組織 而且這個良心犯的這個字眼 也是國際特色組織創設出來的 他講的特別是專門去指那個 和平非暴力表達他的言論立場的 這樣子的人 無論這個人他說的話是什麼 他是和平非暴力表達他的那個言論的 他都不應該在任何狀況 他都不應該成為一種犯罪的行為 更何況其實目前還有一些國家 把他認為是很嚴重很嚴重的那個犯罪行為 那所以這就是成立國際特色組織已經 國際特色組織在最一開始 一直到現在 其實都有那個強力的那個救援的對象 大概都是以那個政治 就是良心犯 當作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就是工作項目之一 那良心犯這個和平非暴力 我想舉個例子跟大家說 如果說國際特色組織 要去救援任何一個 像剛才前面所講的這個良心犯 或者是後來因為有經濟社會文化權利 也有那個就是因為戰亂因為飢餓因為貧窮 因為你只是上街頭和平那個集會遊行 就受到那個壓迫的人 那這種狀況呢 國際特色組織一樣會發起救援 可是誰誰會相信 就是一個民間的團體啊 就是只有人民 就是我們一般老百姓 自己組成的團體 誰會相信你說 你要救援誰誰誰 那因為他受到不當的對待 違反了人權 公約裡面的舍賬 或者違反了他們自己國家 明文所說的要保護人權的什麼樣的條文 那誰會相信你呢 所以國際特色組織 為了去建立他的公信力 因為他如果要大家一起伸手救援的話 他一定得要有公信力 所以他從創設創立的一開始 可能是因為這很律師的關係 他從創設一開始 對於個案的研究跟調查這件事情 都是國際特色組織最重要的一環工作 那因此他耗費了非常大的人力 所以大部分從民間而來的這些資金 就是完全不依賴政府 免得被人家說你拿誰的手軟這樣 或是你支持哪一個黨派的這樣 那他們完全由人民的力量 去集中去支持的這個組織 他需要有在不同的國家 而且有辦法去進行研究 跟在調查這些工作的人員 那接下來他不僅做了這樣子的研究調查 他還得要想辦法把那種主折者的這個國家 比如說是誰負責的 如果這件事情是總統可以決定的 那他可能要求大家寫信給總統 有時候是總理 有時候是那個警察局局長 有時候是檢察總長 有時候是司法院院長 有時候是法務部部長 他還得要去做這樣的研究 那這種以這個調查跟研究 當作他那個動員的基礎 那我剛才所說的 因為他目前在救援的那種對象 就是只要他有人通報 或者是他有發現他那個個別的那個主動的調查 去發現有一些什麼樣子狀況的時候 他一定要耗費一些人力 滿長的時間喔 去經營調查 大家手上所看到的這有三張庫卡 是我們今年十二月份救援的 八個個案當中的其中的三個 那你看到的資料非常的少 可是如果你上網再去看的話 你會看到片幅更多的中文版的資料 如果你到那個倫敦總部的那個網站上面 你會看到更詳細的那個研究的報告 因為他不可能三言兩語告訴你這件事情 可是他又必須要把重點告訴你 好 讓你能夠掌握這件事情 那國際調查組織在救援的這種 眾多的各種不同的人權 也受到侵害的個案的那個情況 聯絡自由有時候常常是受到那個 受到受到露解的一個 就是大家覺得說 那如果你是我們一般所謂的那種政治犯 是不是就是國際特質 一定會去一定會去救他 比如說我剛才講說 像呂秀蓮啊 陳菊啊 或是施明等這些 在他們當時在台灣 那時候非常肅殺的那個 政治的環境之下 他們關在牢裡面 那因為在台灣 或是流亡海外的台灣人 那或是國際的人權的團結其實看到了 所以他們一樣進行調查 不管來台灣或是在國外收集資料 那甚至進來跟我們官方 就是比如說要求 比如說探望這個人啊 或是跟政府要一些資料 包含他們判決等等這些 那做了研究之後 國際特色組織他會決定 這是不是一個他要救援的對象 那我們剛才講的 包含施明的呂秀蓮跟陳菊 都是被認定為是良心犯 也就是他們用和平非暴力的方式 去主張政治主張 主張他們的改革 要求了社會改革 然後可能是批判政府 那卻被武端入獄 而且可能是那種叛亂 對不對 或是那個顛覆政府啊 或是侮辱什麼援手啊之類的 這樣子的非常非常嚴重的那些罪名這樣 那國際特色組織在台灣 非常艱困的那個時代 他就進入台灣 而且呢也是一樣 在全世界 他把這個訊息 讓全世界各個國家的人都知道 讓他們可以選擇他們去進行救援 所以台灣在那個年代 在那種自己的脖子被掐住 無法發出聲音的時候 是因為在不同的世界當中的 國際特色組織的 有些是會員 有些就是單純是支持者 他們一個人一個人 拿起他們的紙跟筆 寫了信給台灣的政府 所以這些人他在牢裡面 即使都受到不是很好的對待 他們不至於三天不給他吃飯 那雖然野獸也是可能會獨打頓葬 可是不會照三餐檔 不會拔他的指甲 待會你會看到個案 就是有這樣的狀況 而且他們可以活著出來 那所以呢在台灣 那個年代的這些人 其實就是1961年 國際特色組織成立之後 台灣其實也就是全世界的人 那時候在我們封閉的那個島內 雖然你不知道 但是有非常多的手 非常多的眼睛 非常多的嘴巴 在為台灣發聲 雖然那時候 我們無法為自己發聲 那台灣的這些良心法 在台灣解言之後呢 因為我們感受到 在我們的狀況很差的時候 得到別人的協助 那所以他們 以及再加上一些台灣關心 人權發展的一些 台灣的那個民主運動的前輩 就聯合起來組織了 台灣的國際特色組織的 第一個小組第二個小組 然後後來才逐漸成為 台灣國際特色組織的台灣分會這樣 那所以我會知道說 像剛才我應該講一下 就是像剛才啊 就是有老師有講到說 那個國際特色組織好像就是 我們要依賴的是 其他國家的人嘛 來就是來救援我們這樣 那其實一開始 這是一個為了要保護人權行動者 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主則 現在有點鬆動 是因為如果你的國家的 具體的狀況其實是還OK 就是你參與人權的工作 不會有利己的生命危險的時候 那你要救援你自己的個案 而且這個個案是國際特色組織 已經經過調查研究 而且是發佈全球要去進行救援的 那我們當然是可以救援我們本國的個案 那為什麼有很長很長的一段時間 國際特色組織他的行動的原則就是 最好不要去救援你自己國家的個案 就是像在台灣 當年想要救那個施明德的人 不是最後下場也差不多嗎 當年幫他做什麼事情的人 或者是走上街頭的人 或是什麼投書的人 他的結局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如果在島內的人 在任何一個國家跟社會裡面的人 他為了要改變他自己的社會 努力做這件事情 那國際特色組織當然你無法反對他嘛 對不對 但是國際特色組織 自己在進行這個組織跟救援的工作的時候 他希望他的工作 盡量不要去折損每一個地方的人權工作者 所以他樹立的原則是 先不要去救援你自己的個案 那由其他的國家 由其他現在是比較自由的國家 他來救援你 或者是台灣在那個時候 假設也想要救援別人的話 可能還好一點 因為我們那時候的政府 雖然對我們自己的言論 這個人權的行動打壓非常嚴重 可是如果我們寫一封信 救的是那個遙遠的 比如說印度的一些誰 也許我們政府會覺得 他不見得會覺得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不同國度的人 不同族群的人 不同語言文化 宗教信仰的人 我們實際的站在一起 然後不要被國界的那個界線 區分了我們彼此 而影響了我們對於人權 就是每一個人都應該平等享有 這件事情的信念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人終究只能靠人自己 靠那個槍啊 或是權勢或是金錢 到最後我們都會 很可能是那個受害者 所以國際特色組織 他採取的這種行動 以及他建立的這種安全跟保護 以及需要經過嚴密調查 這件事情 就成為一切事情的基準 那我想再跟大家舉一個例子 那個 像那個蘇建合 他其實是被 國際特色組織也是一樣 全球救援的個案 那德國分會呢 國際特色組織的德國分會 他甚至有一個小組是長年的任養 蘇建合 所以建合在他 當時可能還是在 就是還是在 判案子還沒有確定的狀況之下 因為他仍然是死刑犯 對不對 然後仍然是限制出境的 那雖然案子還在進行 他已經在 人已經在外面 可是他是不能出境的 我記得他那時候就曾經說過 因為他在牢裡的時候 那一般要救援他的人 要進到牢裡面去的時候 都會受到我們的政府 百般的阻礙 可是有一年 國際特色組織 德國分會的代表 到台灣來 然後我們的政府 當然就因為國際特色組織很有名 那個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組織 全世界最有名的 而且目前是最大的一個 國際人權團體 派代表來到台灣來這樣 所以我們的政府 然後就很開心想要去接待他們 想說哇這個國際組織的這樣 就好像很了不起這樣 然後他們開口說 我們要去見死刑犯 蘇建合這樣 然後大家又覺得很奇怪 可是那個時候的 如果大家看過那個紀錄片的話 那個畫面裡面 我們的那些典獄長 我們的那個監索管理員 對於國際特色組織 德國分會人必恭必敬這樣 把他們邀請到牢裡面去見蘇建合 那他這個動作有沒有效呢 我們不知道可能有效 因為台灣有多少人 在這十多年 將近二十年的時間裡面 那個為蘇建合奔走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的是 也有國外的人 不斷的用他們自己可能的力量 在協助大家一起做這件事情 所以那個力量都是加成的 那今天我們看到 還有邱可順 一樣是另外一個 可能事件案的那個死刑犯 他也是在2013年 全世界在 像是今年這個時間點 十二月的血系馬拉松裡面 他是全世界共同救援的那種個案 但是他今天還在牢裡面 就很像當年 雖然全世界在救援那個蘇建合 可是他一樣在那裡面十多年 出來之後 又是經歷了非常的坎坷 然後最後才有辦法得到一個好的結局 就像那個總理剛才所講的 我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並不知道百分之百他會如何 以及什麼時候會如何 我們其實並不知道 可是因為有太多的個案 就是讓我們得到 看到非常好的消息跟好的結果 所以即使我們這樣子 只是拯救這個事 就是我們不一定是拯救 我們只是為這個世界裡面 在牢裡面的無數的苦難的人 我們可能給他一點點 讓他可以活下去的那個力量 那但是那就會是一個累積起來 我們如果覺得那是正確的事情 他哪一天有可能就讓他突破那個牢籠 那待會兒在我們那個簡單的 那個小小的國際二組織 他所做的那個短片裡面 你可以看到 那你也可以從那個PPT裡面去看到說 這些真的被放出來的人 他面對社會的大眾 他們如何感謝國際特色組織的支持者 或是會員 當年曾經有人寫信到牢裡給他 讓他這種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 那種最痛苦的那種狀況之下 他都能夠堅持 他也知道說 他不會因為他只是一個小小的農民 他只是一個偏遠的地方的一個 揭露政府弊案的一個記者 然後默默無無無 或是他只是一個學生 然後被關在黑牢裡面 他也沒有任何的背景 他並不是那個霸服雄厚 那所以那個美光燈在他身上的 但是他卻發現這個世界上的人 並沒有忘記他 那即使那個結局不見得很好 即使他還是會被關押非常多年 即使酷刑難免 可是他知道這個社會當中 還是有人點亮那個蠟燭 給他帶來一點點光明跟希望 那這是國際特色組織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一直到今天我們的科技非常的發展 我們可以用線上的連署 我們有非常多的網路連署 我們也可以按鍵 然後就可以連署送出那個連署信 可是用手寫 牽手寫的這一封明信片 它對我們來說 仍然是一個非常古典 非常有效 非常溫暖 而且會給人勇氣的那個真實的那種力量 就是這一張紙 以及你自己親手寫的筆跡 那包含你的母語 這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那個部分 那國際特色組織在這麼多年的工作當中 為什麼後來出現那個馬拉松 來寫信馬拉松的這件事情 其實是在14年前 因為國際特色組織我剛才有說 因為他是全球的草根的民眾 就是都是老百姓 因為他完全不接受在調查研究上面 完全是不會接受任何政府 或是黨派 甚至大企業 因為那可能是他要對調查對象的捐款 完全不會 所以他大量的這個工作 甚至有些是危險的工作 他其實靠的都是 像我們這樣的人 五百塊 一百塊 五十塊 這樣子的那種捐款累積起來的 那他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就 他在做這樣子的那個工作的時候 當然會覺得說 如何去發揮那個最大的影響力 才是他工作的那個目標 那14年前 就是有一對在 國際特色組織的那個波蘭分會 那有一對情侶啊 他也是一樣 那個 因為國際特色組織的個案 其實從年頭到年尾通通都有 當然不會是只有十二月才有 而且其實也不是八哥啊 那就是一年到後都是有的 那這一對情侶突然就突發奇想 他說 因為過去我們都是穩定每個月 好像小組的聚會的時候 每個月就是寫一下救援明信片 然後他們就想說 我們年輕嘛 那我們來熬夜一下 我們寫個二十四小時看怎麼樣 就拚命寫 拚命寫 對不對 那個把那個AI的網上拉開嘛 那那個現在要救援的歌 或是還沒有被救出來的歌 一定是很多 當月份的一定也很多嘛 那我們就來寫啊 找幾個朋友年輕的有體力 寫二十四小時馬拉松 否則一個月你寫個三五張 就是自己覺得好像力量不太夠 他們寫了二十四小時 那這件事情後來波蘭分會就知道 就覺得說 這很好的idea 對不對 後來總部 就是在倫敦的總部 發現說 這個確實是一個非常好的點子 那我們就不要這麼爆肝了 就是每個人都寫二十四小時 我們就這樣 太陽繞地球一圈 二十四小時每分每秒 都有人是醒著對不對 那如果這個馬拉松 是全球一起進行的話 而且不是亂槍打鳥 如果我們是盛權個案 就是在這個時間點 集中火力會很可能有效的 那個個案 如果我們把它策略性的 那個挑選出來 集中全球的人的那個力量 不斷地去寫信 而且不要只寫一天 我們來寫個一個月 然後就挑那個 國際世界人權宣言 通過的那個月份 因為它是那個 1948年12月10號 是12月10號 所以12月10號是人權日 然後12月份呢 叫做人權日 那我們就整個月來寫信 所以後來就是14年前 國際透社組織的總部 就開始發起了這個 全球的寫信馬拉松的行動 那一直進行到今年 就是應該會持續下去 那每一年 就像我剛才所說的 為了要集中火力 那為了要讓這個 我們的寫信的行動 能夠發揮最大的效力 如果有一些個案的狀況是這樣 就是它已經被關了10年 然後各種救援的行動 都採取過了 現在最重要的是 希望他們的政府 在某個法條上面要有某改變 那其他的他們都已經知道 就是進步到這個點這樣 那所以這個時候的行動策略呢 國際特色組的行動策略 大概就不是明信片 而是也許是遊說那個大使館 遊說他們的立法機關 可能是用這樣的方式 所以呢 是什麼樣子的個案被挑選在今天 或是在這個月份裡面 可以讓大家集中火力 寫給政府 寫給政府 或者是寫給這個當事人 那國際特色組織會經過精挑細選 那今年的這八個個案 五名的時間的關係 其實是沒有辦法 就是那個 就是全面的把它講完這樣 那大概就是主要會是集中在 大家現在手邊的那三個 這三個個案這樣 那但是這個三個個案 為什麼會獨立挑出來做成庫卡呢 是因為這三個 就是今年的這八個案 通通都是可以寫給政府 我們都可以寫信給政府 很有禮貌的告訴他 拜託一下 那個這個人啊 你不應該酷刑嗎 你們還在調查當中嗎 不是有罪推定嗎 那無論在任何狀況 都不可以把他打得死去活來 然後讓他自白 對吧 這是一個最基本的 所以請你們放了他 請你們找人好好的調查一下 那他是不是 他所遭遇的這種酷刑的狀況 是不是應該得到那個 合理的把那個雙手繩子預防 我們會很禮貌的做 做這個就是告訴政府這件事情 那這三個個案比較特殊是 國際特色組織也有跟他們接觸 那接觸了之後 他們三個人非常希望 如果大家可以的話 也寫信到牢裡給他們 那待會會再跟大家說一下 那但是這個寫信的馬大松 就是有幾個那個寫信的那個原則 那我們待會用 我們等一下 用電腦可能會比較清楚 因為寫信的原則是這樣 我們在寫信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目的是促成 這個國家的改變 我們目的是促成 這一個我們所想要救援的人 他的處境的改善 所以呢 你看到他 你看到他的那個 就是國際特色組織調查的 那個詳情的內容 你心裡面再有再多的憤怒 你心裡面有再多的痛苦跟悲傷 以及想罵髒話的那個心情 你都不可以罵髒話 你心裡面很想要說 你這個國家就是個流氓國家 你就是不文明 然後你叉叉叉叉什麼什麼什麼 這樣子 我們都不可以這麼說 這個不是我們矫情 不是 而是我們要知道 我們為了什麼寫這封信 我們難道不是也希望 這個國家制度可以改變 因此不要再有人受苦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用的是有效的方法 然後呢 如果這個人現在正在他們的手上 不管是人間蒸發 不知道人在哪裡 還是說在監獄的某處 如果你用那個叉叉叉叉叉叉 這種話去跟他們政府說 我命令什麼什麼 我要求你什麼時候 限期把他放出來 你覺得這個人 你覺得這個人在腦裡會怎樣 那就被打得更慘了 之前是早上打 現在就是照三餐打 之前照三餐打 看到這個信呢 就每天就是每隔兩個小時 就來打一次 所以我們不希望惡化 這個當事人的處境 所以在做救援的時候 要非常非常的謹慎 就是你的措辭要非常有禮貌 那個下令啊 酷刑誰誰誰的檢查總長 對不對 你要這樣跟他說 敬愛的檢查總長格相 對不對 好 您好 這樣 我們聽說了誰 你一定要把他名字寫出來 而且是要用他如語的那個拼音 就是寫出來 我們知道了誰 的什麼事情 那希望你們這個國家 既然已經那個簽署了兩公約 那個世界的人權 是你們這個國家所宣稱要尊重的 請你就把他放了 因為他是良心犯 或者是請你們停止對他的酷刑 因為他不應該受到這樣子的對待 請你們應該把他放了 因為你們對婦女的暴力是不應該的 我們希望你這個美好的國度 可以真的也讓你們的人民過美好的生活 這樣 你親愛的誰誰誰盡善這樣 那我們會用這樣的方式 那如果你是寫給當事人的時候 你當然一定是要標註他的名字 用他的原文的拼音 那其他用中文沒有關係 那這個寫信 你也可以這樣想像一下那個人的心情 他會有什麼樣子的話語 對他來說 可以安慰他在勞里面的心情 那因為每一個個案的狀況 其實都差很多 他因為什麼樣的狀況 做什麼樣子的事情 而受到這樣的對待 那其實也不太一樣 那因為每一個國家 他的國情跟他的文化 以及他那個民主法治的程度 跟那個狀況 老實說也是有落差的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 體察一下他當時的心情 或者是說非常簡明惡要的 把那個寫這個這件事情 到底是 到底是因為什麼樣的狀況 而違反了那個公約很明確 比如說是侵犯言論自由嗎 還是侵犯宗教信仰自由 還是違反了對 那個對婦女的那個侵害 跟那個就是殘暴的對待 這個部分還是說他是對兒童的那種傷害 等等這些 那我們可以直接寫下來 那這邊有提到說 我們可以用中文寫 不管寫給當事人 還是寫給他的政府 我們可以用中文 或者是在全世界在做這個救援的時候 也都常常是用那個 我們每一個寫信的人自己的母語 是因為即使我們寫的是母語 因為你要寫信給那個檢察總長 或是總統 或是那個當事人名字 你一定都是寫他原本的名字的那個拼音 你寫信給政府的時候 你一定也要寫到那個當事人 就比如說他的名字 他才知道你要救的是誰對不對 在這整封信裡面很簡短 可能就兩行字而已 可是因為出現了這個當事人的名字 那或者是有這個當事國的這個政府 所以呢 所以他們會知道這是針對誰而來 即使中文他是看不懂的 那你想一下 在一個勞領 因為大家其實現在在全世界的國家 大部分大家都知道國際特色組織嘛 所以當他看到那個明信片 還寫的AI台灣 AI波蘭 AI瑞典 AI加拿大 AI什麼什麼時候 他們即使什麼都不 那個信件的內容 我看也看不懂 但是他看到那個當事人的名字 他知道說 沒想到我們這個國家 在鄉下拘留了兩個 就是因為抗疫土地被徵收的農民 那全世界在不同的國度 不同的文字 不同的信仰 不同的那個語言的這些國度裡面 居然都有人知道 而且他們寫信來了 那不看也知道 不用直接去翻譯 當然也知道他們是想要來說什麼的 那你再想一下 如果是一個當事人 想像我們現在被關在牢裡這樣 你收到來自世界各地的 手寫的明信片 給你支支片語 很多是語言文字是你看不懂的 但是他上面有你的中文的名字 其他都是他的母語 就很像我們寫出去 其他都是中文 但是只有他的名字 他的本國的語言這樣 你會不會心裡覺得 原來你這個人 這個名字 這個我們覺得 我在這邊的受苦受難 全世界沒有人了解 因為宇宙那麼大 地球那麼大 誰會注意到我存在 你發現這個世界不同的角落裡面 都有人用他的母語 就是他操著不同的語言 他是不同的世界 不同國度當中的人 他都在關心你 那即使我們看不懂 我們都知道他其實想要表達的是什麼 那我們如果是在這種很糟糕的狀況之下 我們就會重新得到那個生存的勇氣 這是我們都寫信的時候 不用擔心說 我們英文不好 反正也不會西班牙文 這個通通不用擔心 我們只要用中文其實就可以了 那那個我可不可以 現在時間 還可以嗎 這可以的 那我可不可以先 這個 對 這個是寫 你看他上面有寫 親愛的警察總長 這是他的名字 所以是歐啊 這個應該是西班牙語吧 墨西哥 然後這個歐上面有一撇 我們就要跟著寫一撇 因為那是名字 那他想要救誰呢 他全部都用中文啊 可是他要救的那個人 他一定要把他的名字 也是用那個墨西哥 他們所用的語言文字 你也要寫出來 那其他的 你這樣子的一封信 來自哪裡 你可以 中文英文都可以 時間 有名有姓有地 你當然要寫任何那個 比如說你的偏名啊 別名 你全名 這通通都是可以的 可是他會知道 就是在一個 就是另外一個地方寄過來 這是一個簡單的細節 那下一章我們可以看到 他們有時候 不需要我們用文字去表達 我們畫個圖 你給他按個蛋 你畫一個擁抱 你畫一個愛心 他知道你在關心他 而且呢 寫救援明信片 一定是先讀過這個人的個案 所以收到信的人 他會知道 這是給他的加油打氣 其實只是很簡單的 很簡單的話語 很簡單的文字 就是那個 那個國際特色組織 有那個艾琳娜小組 就是那個小朋友的 小小小朋友的小組這樣 他們會畫畫 因為不太會寫字嘛這樣 然後用注音符號 那我看過一個 就是在那個世界兒童日的時候 就是寫那個 救援在某個國家的小朋友這樣 然後那個 台灣的那個小小小朋友 就畫畫 他就 反正亂畫我們畫個心 或是畫什麼可愛的小朋友這樣 他們用注音符號寫 不可以打小朋友 有沒有 異正詞點 不可以打小朋友 就寄出去了 也可以這樣子 好 那那個 那我不知道在場的大家 對於我剛才 花了一點時間 跟大家 介紹國際特色組織 然後他的想法 以及他採取的行動 當然包含他的經費來源 有沒有什麼就是問題 或者是血系馬拉松 那我們可不可以看一下 那個非常簡短的 那個國際特色組織的簡介這樣 他其實會很快的讓大家收容你的印象 他其實會很快的讓大家收容你的印象 好 那大家如果現在還有一點時間的話 你可以手中先看一下你手邊的這三張庫卡 好 我們這三張庫卡呢 要救援的一個是在墨西哥的一個婦女 好 那另外一個是救援的是在馬來西亞的一位漫畫家 另外一張要救援的對象是在緬甸的一個 我看到他的故事我都在想說 他是不是跟我們那個反客綱 反洗腦的學生好像喔 他們學生組織反對國家的法律這樣 我也會 我也會 科技就是會這樣喔 所以大家知道手寫的重要性對不對 那在科技處理的過程當中 我可以再跟大家說一下 在台灣你寫一張明信片的力量有多大 你可以設想一下 我現在寫了一封明信片 我在淨裡寫一封明信片 最近呢 最近的地點就是我拿到我們淨裡校園裡面的 那個郵局去寄出去 那因為是明信 而且我會跟他說 那個請問郵資多少 那個明信片原本好像都是3.5吧 然後呢 因為如果是寄到印度它是不一樣的 然後價錢不一樣 寄到馬來西亞也不一樣 寄到俄羅斯其實也不一樣這樣 所以我會問他說我要寄到哪裡 然後他其實就會看一下 然後想奇怪 為什麼會有人這個月來寄到俄羅斯 下個月來寄到那個伊索比亞 然後隔個月寄到美國 然後接下來又寄到葡萄園 就是你知道嗎 他會好奇嘛 而且因為那是明信 那是明信 所以呢其實在他看到那個信的時候 他就會有一點點好奇 更何況是在經營的那個AI小組 假設我們假設啦 因為那個學生的流動比較高 但是假設呢 這個小組裡面有10個學生 每個人就寫兩張的 就在那個月份 那我們在不同的時間寫完 然後就是寄過去 他一定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這個月有十封要寄去俄羅斯 發生什麼事情這樣有沒有 那如果你用標註寫個AI 他其實會好奇 所以這個 而且裡面呢大概就是兩句話而已 或是一句話而已 在這種狀況之下 那個訊息給的是非常強烈 明確而且是精準 他看到的都是一群很奇怪的在台灣的人 就是救我們郵局裡面的先生小姐 就是一群奇怪的那種靜宜的師生 或是台中地區的誰 為什麼每到了某個時刻呢 就會有一批信件來 然後都說要去救誰 而且呢大概都是寫給某某 他可能很少聽過的某某國家的總統 或者是總理或者是他們的那個法務部長這樣 那所以呢你看到說那個拿著信 就是接過去你信的這個人 幫你要弄個郵票什麼的 他其實就得到了那個一眼下去 他就看到那個訊息 接下來送信的人呢 他不是弄一大堆包裹 然後要先送去那個 那個航空郵件啊 或者是要傳運的郵件 他一定要有一些整理的工作嘛 比如說進到這個國家 或是在哪一包 他在發現的過程當中 比如說像今年這個月份 12月份的時候 如果在全台灣各地 就是瘋狂的寫有沒有 那在台北就是在海關那個地方啊 在整理打包那個郵件 他會不會覺得真的很奇怪 是真的很奇怪啊 為什麼會有一封就一封 又一封又一封又一封 無數封 而且呢就是鎖定 就老師看到這幾個 老師看到這幾個 他會不會在整理的過程當中 就是拿起來看一下 那到底在說什麼 那因為我們也是寫某語 所以對我們的郵路人員來說 他又多了一個接受這個訊息 所以你這封信又影響了這個人 接下來這個信 隨著那個 不管是飛機還是船 到了那一個國家 那個國家拆開這件事 拆開這個包裹 或者是拆開這一大堆的信念 他一樣要看似到 寄到哪個監獄去的 或是寄到我們那個總統府去的 或是寄到我們那個 警察總長的那個住址 或是辦公的地址的所在地 那他說到這個時候 他會不會也覺得好奇怪 為什麼一天到了 我都說到這個 要寄到那個某某監獄啊 這是什麼大人物 是那個什麼什麼被關在監獄裡面嗎 為什麼會一直老是看到這個 那不管他是用什麼樣的文字 一樣 不管他是用什麼樣的文字 也可能有他們自己當地的人的 他所熟悉的文字 因為他們 我們因為在這個國際的社會上面 總是會有一些不同的國家 我想他也許使用是同樣的語言 所以他也許有個機會 他就稍微再看一下 所以我沒有影響到另外一批人 那如果他這個信件 必須要轉到先一個主要的郵局 然後再去分到那個地方郵局 那是不是又多了一些人 看到這件事情的機會 接下來如果這封信是寄給當事人的話 這個當事人他的郵 他在監獄裡面 那個有入過監的人就知道 在行家沒有嗎 有入過監的人就知道啊 把那個信件進去是要先檢查的對不對 要檢查的 所以那個一關又一關你在檢查的時候 是不是這些人就會看到那個信 而且看到信件的內容 而且有看到那個人的名字在上面 他是不是心裡面會覺得有點奇怪 這是怎麼一回事 而且如果他對於國際特色組織 他有一點點的了解的話 他會知道這個人 要不就是良心犯 要不就是因為上面有寫那個torture 他會知道說 這是酷刑的狀況 要不然他就知道說 這個是在一個那個強迫 或那個就是被 就是沒有什麼樣子的 那個證據的理由的狀況之下 被有罪推定 因此就是抓在這裡面關 或是這個人 就像這個阻拿一樣 畫了一個那個政治的那個諷刺漫畫 國家人控告他9項 9項呢 9項罪名 如果每項罪名都成立的話 43年這樣 比我們的那個 這個無疾無警還要嚴重 他就是要關43年 如果這9項控訴都是 都是成立的話 那所以這個影響 他會是一個我們所不知道的 而且他不斷的在發揮的過程 所以 所以現在可以可以看是不是 好 那就請大家看一下 很短 就三四分鐘 算 Shaun 庫名大人 板著命 爭順 看看 parents 變得 各 竟然作出犯,犯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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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期待,非禁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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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人、非禁止人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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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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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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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有这个 中文字幕志愿者 然后上面贴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写进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政治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所以就简单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